你今天想要月領兩萬 你要能夠配到24萬出來 一年要配24萬 我們在這邊把整個殖利率列出來之後 最容易的應該就是買 250萬都不用 250萬都不用 而且它殖利率非常的高 它殖利率的話大概有4%左右 针對美債的產品做投資的時候 請你務必要記住 請你用 而且你在做這樣的佈局之後 只要它確定不再升息了 6個月之後 你的報酬率也有可能會拿到15% 那你如果堅持兩年的話 你的報酬率有可能會拿到42% 各位喜歡小宇宙大爆發財經單元的朋友們 最近一定要注意注意 我本人廖盈婷 還有本節目小宇宙大爆發 絕對沒有所謂的LINE群組 也沒有看任何的臉書社團 甚至不會留電話來跟你聯絡 這一切都是詐騙的陰謀 如果你支持我們節目 請用觀看來支持我們 來挺我們 千萬不要讓詐騙集團給得逞喔 家宇宙大爆發 生活煩惱一集發 大家好 我是盈婷 唇鼓族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自己才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成就感出現呢 那就是當你在刷唇子的時候發現 哎唷 配息進來了 以前一年配那麼一次告訴你 我很滿意 可是現在發現好像錢也不夠多 而且配得太慢太少 那慢慢大家發現 如果可以一計一配或半年一配 好像也還可以 但是現在大家越來越貪心 我們希望要的更多 如果可以越來越配不就更好嗎 今天就告訴大家 我幫大家破解一些 你領得很多次 不代表你領得多 那怎麼樣我可以越越配息 還可以多一點利用錢 同時我領得息也很多 而且鼓勵駕差我兩邊 宇宇雄長兼得有真的解放嗎 今天我們好好來做探討囉 邀請到加入我們兩位的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是純苦達人吳宇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鼓宇 還有我們的悠悠 吳宇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說實在的啊 真的 成就感是這樣慢慢累積來的 你會發現刷了純則 那家叫成就感 那以前呢都說一年領那麼一次股息 哎呀好像真的很開心 但是其實現在慢慢覺得 如果每個月都讓你有點刺激 你就覺得哇這個月又超滿乾淨 我要努力上班多賺一點錢 然後讓我們繼續持續的做存股 對於很多剛做存股的人 又又你有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自己持續也有在做一個佈局嗎 我覺得現在小資族最常遇到的問題 應該說他都覺得說他們好像錢都不夠用 沒有辦法投資然後去做儲蓄 然後可以領這個股息 但我覺得很建議 真的大家就是一定要想辦法領到薪水之後 起碼想辦法不管怎麼樣 先摳個三千塊下來去做投資 但如果你的餘裕比較多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用一個 就是大家挺你 但是是很實用的方法 就做富人公事 我可以先舉我朋友的例子 因為我大概三年多前跟這個朋友認識 然後因為當時就有在做一些理財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出書了嘛 所以我們就會聊一些理財的事情 那他就跟我聊說他薪水五萬多 可是他的存款大概只有十幾萬 他已經也三十幾歲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聊一聊之後 就依據他的薪水 然後去幫他討論出 到底每個月要存多少錢 所以後來他就是按這個計畫去執行之後 現在大概過了三年多 他現在資產已經累計快要一桶金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就其實也不難 就是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就是富人公事的部分 就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 這個公事其實就是收入檢掉 你的儲蓄剩下才是你的支出嘛 但很多人遇到一個問題是 他不知道怎麼抓出這個儲蓄的金額 那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那你就先寄個留稅帳 大概寄個半年 因為你每個月的收支 可能會不太一樣 你可以抓一個平均數這樣子 那你有了大概知道說 我這個月可能每個月平均下 大概可能花個一萬五 那你薪水假設是五萬好了 那你就可以先扣掉那個你的支出的部分 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大概可以存個三萬塊 這樣會不會太多 但是總之就是你可以算出 大概知道你要花多少錢 那剩下的部分你就可以 好假設你一個月可以存個三萬 那你不一定要存三萬 你可以給自己一點餘育 或是奢侈的空間 假設你一個月存個一萬五就好 所以你就是以後領到薪水 第一件事情就是五萬塊收入嘛 然後儲蓄的部分就是一萬五先扣掉 剩下三萬五才是你可以花用的部分 就是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只要照這個計畫去執行 其實真的不難存到錢 對就是你的儲蓄先撈定 說多少就多少 自己不要給自己這樣子 有時候心軟對不對 那你收入直接扣掉儲蓄 才是你這個月所有能花的 不要說 不然我這個月花比較多一點 儲蓄就少一點 你就是一定要把儲蓄 搖得緊緊 搖得牢牢的 那現階段來講呢 如果在做這個佈局的話 你自己有些調整嗎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講到我自己儲蓄的目標的話 其實我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先存到 在股市的基金大概存到一千 一千萬左右 那如果保守1.1年領個值得率5%好了 一年大概50萬 其實已經是一般小自主的年薪了 其實我的投資 我覺得我算分蠻多的 因為我ETF有股票有基金 種種 對 然後如果以單純目前 我ETF手上的部位來說 我現在其實最大部位是債券 就是ETF這一塊 幾乎快佔你的一半了 對 已經快 但是我那天是用市值算 但基本上就是買到差不多一半 就是ETF的部位 那再來就是我的市值型ETF 大概就是目前大概四分之一 那這個我是打算長期存的 那債券ETF我是貪心鬼 我打算之後 降息的時候我要賣掉這樣子 那產業型跟高息型的話 其實因為之前漲比較多 因為我產業型是純電動車相關的ETF 所以之前就是漲比較多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蠻多高股息ETF 其實也不小心變成AI概念的ETF 所以那些我其實前陣子有做一些調節 所以他們這兩個部位 現在是比較低的這樣子 但是至少你每個月的創造出來 有1萬個費 加其他的股票的話有這樣子 對 所以離你的1000萬 越來越近了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這個理財 能夠越來越有成就感 就是你要看到成績 那看到成績你就更加了解 什麼樣的投資工具適合自己 今天谷宇老師就來幫我們解惑啦 像我們之前很多啊 就是一年一配 可能我覺得太久了啦 雖然你覺得一次金額大一點 但是現在慢慢我發現了 有季配的 然後也有越越配的 多開心啊 這個有差異嗎 有有有 事實上呢 我們在不同的配息次數啊 對投資人來講 他有一種被回饋的感覺 對 你要想喔 原本是年配的話 他一年啊 他只收到一次投資的獎勵 那個獎勵的間隔太久了 可是呢 當你的配息的次數變多之後 你的一年被獎勵的次數也變多了 所以呢 在配息的次數從原本一次 然後變成四次 甚至變成十二次之後 他對投資人最直接的 就是他被回饋的次數變多了 所以你會更願意把你的資金 放在投資市場裡面 對 就像你以前一拿到獎金 就想下個月要更充滿乾淨 那當然除了他有一個激勵的感覺之外 我們講一個更實務一點的問題 你的配息的次數越多 事實上你就越不容易被政府刻到稅收 因為我們在零股息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規定 就是你會有一個補充保費 那這個補充保費的話 他以單次超過兩萬元 他就要刻稅 但你的單次如果兩萬元以下 他就不刻稅了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你一年領一次 比較容易超過兩萬 還是你一年領四次 領六次 領十二次 他容易一次領超過兩萬 當然是一次領啊 全部加總起來 就很容易破兩萬啊 對 沒有錯 所以他這個就很有趣的你知道嗎 你如果一次領兩萬的話 你會被刻稅 可是你的兩萬如果分兩次領 其實才一萬而已 你每次領一萬 可是你的總數還是兩萬啊 但是呢 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會被刻到稅了 這二代健保的補充保費啦 而且有在持續調高耶 對對對 所以你今天在配期 這個次數來講的話 他很簡單 第一個給你比較短的時間 就有回饋的感覺 第二個的話呢 他可以讓你呢 再補充保費的這一塊 比較不容易被刻到 幫你省了一些成本啦 對 不小補啊 沒有錯 而且我們今天幫你做一個 簡單的計算 因為呢 產品本身啊 他的殖利率是固定的 但是呢 你用不同的配期的方式 你會發現啊 你每次拿到了洗的速度 跟你每次拿到這個洗的 那個間距會不太一樣 你一次領六趴 那譬如說七月領 那你一次就是拿到六個percent 可是呢 你如果用半年配 他就是能分成兩次 一次拿到三趴 三percent 三percent嘛 分開拿 那你的總數還是六嘛 那你如果呢 是用計配的話呢 那其實你就變成 每次拿到一點二五 除以四的意思 對 但是你一年呢 可以領到四次 所以你看喔 當你的配期的次數越多 那你每次拿到的錢 雖然比較少 可是第一個呢 你的總數是不變的 然後第二個 你要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你拿到錢的速度變快了 所以我這邊幫各位呢 做了一個簡單的總結 讓你可以去做了解 你的配期次數提高 他的最直覺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 你被課到補充保費的機率 大幅度的下降 然後呢 第二個 你的填期的成功率啊 大幅度的上升 因為一次給你六趴 你要去填六趴的這個息啊 其實我們以前在看產品的時候 有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相同的產品 他呢 以前是年配的時候 可能你填期的時間 大概要一百到一百二十天左右 可是呢 有些產品 他從年配改成季配 他的填期的時間 他縮短到十五天以內 他就可以完成填期的動作 所以你看喔 他這個整個他的配期次數增加之後 你不僅可以提早拿到錢 而且呢 你填期的效率會變得更好 所以這是非常有好處 因為你要填到六趴跟填一點五趴 那是差很多的 對 難度差很多 難度差很多 那你看像資金的部分的話 剛剛有提到 你也可以提前先拿到 對啊 因為有時候我要逢低布局 手上沒現金 我只能一年配給我 對對對 但是我現在每個月都有 或者是我每一季都有 對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資金 上面的運用 但是會有個小小的缺點 我們也不能夠只跟投資人講好處 有些壞處的部分也要跟你講 就是每次在做配期的時候 會有產生十塊錢的會費 你以前年配一年只收你一次 可是你改季配之後 一年要收你四次 所以就變成說 你在會費的部分 你會需要繳得比較多一點 沒關係 我就去找跟那個ETF保管銀行一樣 那個多的三十塊也省下來 對 那個主持人真的是連那一點點小錢 全部都省下來 這樣才能夠變有錢 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 你如果今天非常不喜歡 被扣到十元會費的話 你可以去更改你的保管銀行 那跟ETF的保管銀行一致的話 你的會費的部分就省下來了 對對對 說到頭就是我們現在更靈活 手邊的資金可以運用 其實可以賺更多的錢 那比那個三十塊 我覺得還划算 對沒有錯 大家可以評估一下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就是把主題扣債 剛剛悠悠已經說 他已經創造出 每個月的被動收入一萬 對不對 如果今天主題要扣債 兩萬塊 我覺得小資組會非常有感 吳玉老師 有更簡單的方式 對不對 你會怎麼建議 如果每個月要兩萬塊 嗯哼 怎麼建議嗎 事實上在這個部分 我都已經幫投資人 全部都計算好了 那我在這邊的話 把目前市場上 非常熱門的這些高股息的產品 我先幫你做一份清單 然後呢 最上面的話呢 我把市值型最大的這檔產品 我也把它列在這邊 0050的這塊 讓你來當一個參考 那事實上 你從這個裡面來做參考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股價不同 殖利率不同 需求當初不同 投入資金不同 這邊有幾個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最關鍵的地方在於說 這檔產品 他本身的年化殖利率的表現 到底是多少 事實上 像剛剛又這邊有講到 你早期的很多的產品 他因為沒有導入評準金的關係 所以他的殖利率 他是會上下不停的浮動的 最誇張的情況 有可能你的第一次配息 跟第二次的配息 你有可能第一次領一塊錢 可是第二次配息的話 只領零點二塊 差這麼多 這會差很多 那你如果今天配息的數字 落差這麼大的話 那事實上 你看到這個所謂的 年化殖利率的表現 對你來講是沒有意義可言的 那可是後來這些產品 陸陸續續都有導入評準金之後 我們有發現到一個現象 導入評準金的產品 他的配息的制度 跟導入前跟後 他會變成一個比較平穩的線條 那你如果今天配息的數字 比較平穩的時候 你就能夠 你就比較能夠相信 他的這個年化殖利率的部分 他是真的可以配得出來的 不會落差到那麼大 不會落差到這麼大 那所以你看 當你把年化殖利率的部分 列出來之後 你今天想要月齡兩萬 就代表什麼 你要能夠配到二十四萬出來 一年要配二十四萬 那你今天要配到二十四萬 其實最關鍵的點就是 你不能夠挑年化殖利率 太低的一個產品 確實 那不然你年化殖利率太低 其實相對來講 變成你投入的本金要高 你才能夠能去達到你的目標 所以你看 在這個裡面啊 唯一不是以高息為訴求的 就是這個0050的部分 他的年化殖利率的話 三點六三 可是你看 如果你希望透過他 創造出一年可以二十四萬 那不好意思 你要投入六百六十萬的一個資金 我剛剛看到你掀開來 我就直接心裡不痛啊 沒辦法用他來做我的盟友了 對不對 對對對 我投入六百六十光扯到六百六十 不是大家都做得到的 對沒有錯 所以你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如果今天是以領席 當成你的主訴求 那其實你的席越高 對你來講是越有利的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把整個殖利率列出來之後 你有發現裡面有三檔你投不用超過三百萬 你就有機會一年可以領到二十四萬的一個配息的數字 我這邊都幫你來整理出來 看後面這個數字就好了 比如說像這個00713 你只要投大概兩百六十五點九萬 那00919的話 你只要投二百二十三點九萬 那如果是00929的話 你只要投兩百九十六點七萬 也就是說投不到三百萬 一年的話呢 幫你自己每個月加薪兩萬塊 在這個數字上面的話 張數跟數字 我全部都幫你整理出來了 對 那你在這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了 像其實裡面 你要達成這個目標 最容易的應該就是買00919 兩百五十萬都不用 兩百五十萬都不用 而且他殖利率非常的高 他殖利率的話 大概有四個percent左右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 他其實他目前整個配息的狀況 非常的穩定 就是說他第一次配零點五十 他那個最近一次準備要配息 他又還是呢 要配零點五十塊 也就是說你看他整個年化 殖利率跟他配息的數字 在有評準金的加持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跟你保證 我配出來的這個數字的話 他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透過高股息的ETF 創造出月被動收入可以兩萬塊錢 但最近呢這個熱度非常非常超級爆炸夯的 就是債券型的ETF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股債的搭配 或者是債債的搭配 等一下我們就來抽絲剝繭 帶大家瞭解 不過要說美債ETF 其實很多投資朋友前一陣子是真的很熱 很熱衷 那專心在研究 但是之前大家又講到說 好像有這個美債被降頻的問題喔 這什麼我要進場還是不要進場 心裡真的總是有點不踏實 沒有說美債他被降頻這件事情 我會跟投資朋友講說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啦 因為他也不是第一次發生在這個市場上面 所以你看我這邊幫各位準備了一張圖 我們在市場上有三間主要的信品公司 那三間信品公司的話 他的整個平等的狀況 我都幫你整理在這邊 惠玉SMP跟那個穆迪 主要有三家公司 那事實上呢 在2011年的時候 標普這一間 他就已經把美債的部分做過一次 降頻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看 在以前一開始 那個三大信品公司 給美債的等級都是AAA 那可是呢 以目前來講 SMP他已經降到AA Plus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那個穆迪這一間的話 也會跟他做降頻的一個動作 但是你看喔 事實上美債降頻 他對市場有沒有造成一些影響 有 他在短時間的話呢 造成他的一些價格上面的波動 可是之後的話呢 價格的部分還是都往上去了 所以一開始大家真的是有恐慌 真的有一些賣壓 對對對 跑啊 會跑啊會跑啊 你看到任何那個 像是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每個人呢 第一個反應就是趕快先跑再說 那跑完之後的話 那你就會站到旁邊去 然後看看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呢 跑是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的話呢 就是停下來 看 現在變成怎麼樣了 然後呢 第三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該回補的 他還是會回補啦 哦 所以你看2011年真的喔 有一波賣壓 然後也真的跑了 然後接下來就回補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呢 來來來 我們 我們今天幫各位呢 把這個資料的部分 稍微做了一下整理 雖然呢 美國被降品了 可是呢 歐洲那邊的狀況 看起來也沒有比較好啊 也是耶 對啊 而且啊 美在這個產品啊 他在全世界的教科書裡面 他都被當成什麼 當成是無風險的標的物 哦 那你看啊 如果今天呢 無風險的標的物 有風險了 那請問一下 那原本那些有風險的標的物 怎麼辦呢 更有風險 更有風險了嘛 更有風險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資金後來又做了什麼事情 回補 他又回補了 而且他回補之後的話呢 反而讓這個殖利率 從原本的2.34 降到了1.52啊 也就是說 你賣掉之後呢 發現繞了一大圈 手持的現金 就發現我根本沒有標的物 可以買啊 他又跑回來 又繼續買美債 反而把美債的價格 再繼續往上做推升的 一個動作 是 所以像這個的話呢 就是在2011年已經發生過的故事 那當然你會講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判斷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講說 以前的資訊比較不流通 所以可能有些消息 傳遞沒有這麼快 但是呢現在這個網路的訊息啊 非常的發達 包含央行啊 包含知名的投資人啊 他們到底在第一個時間 怎麼去看這件事情的 人家都幫你整理好了 所以你看喔 我幫各位做一個整理喔 來 我幫各位整理一下 關於巴菲特的看法 巴爺爺 巴爺爺的看法 我幫各位整理一下 馬斯克的看法 你要知道啊 這個巴菲特呢 他最喜歡做一件什麼事情 他最喜歡呢 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然 所以你看喔 那個巴菲特的話 他說了什麼 他說不用怕 他還在繼續買 他繼續買 那你看那個全球首富的話呢 他講的話呢更過分了 人家人家的股神說繼續買 然後馬斯克說什麼 無腦買 你就是買就對了 因為反正你也沒其他選擇 那台灣的央行是怎麼說的呢 美債人是安全及流動性最高的資產 也就是說呢 雖然在一個時間點以內 然後呢 他可能有受到一些降頻的一個影響 可是呢 你市場繞了一大圈 你會發現啊 他依然是最好最好最好的 一個產品 對還是要整體一點的 省慎的評估啦 就是你有沒有別的選項 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以怎麼做 那買點呢 如果以美債來講的話 那現在是好的買點嗎 現在嗎 我要跟你講 現在這個買點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可能是你在這三四十年以來啊 難得一見的買點 所以你看喔 我幫各位呢 把兩個時間點給框起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現在 對 這個呢是過去 那你看喔 在過去的時候 一樣喔 升息升到尾升之後 那他有可能還會再升息 可是呢 他升息的幅度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你可能之前的話是一次兩碼三碼 兩碼三碼再升 可是呢 當你升息 他覺得差不多夠了 他升息的速度就會變慢 可能到時候就變成一碼半碼 這樣子的速度呢 慢慢的升上來 對 最後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會呈現高利率一段時間 高利率一段時間 然後呢 隨著你的整個經濟開始出現一些衰退的訊號出來之後 他就會開始做降息的動作 那像這一次是比較誇張 這一次的話 剛好遇到那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一口氣降到零 幾乎降到零 所以你看喔 降到零之後 又維持了好一段的時間 然後現在呢 又遇到政策上面的一個需求 要打擊通膨嘛 所以你又升上來了 我們問主持人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升息 是不是大家都說 已經快到尾升了 對 你看之前都是兩碼三碼在升 可是最近在升息啊 要嘛不升 嗯 要嘛呢 可能會升一碼 你說可能會升一碼 對 可能喔 也不知道會不會升嘛 對不對 這個情況的話 就跟這個時間點是一模一樣的 那可是呢 我們在知道歷史會怎麼演之後啊 接下來問題就來了 我到底要選什麼標的物 現在目前標的物到底要怎麼聚焦呢 選項蠻多的 選項很多 對不對 但是我幫各位 做一個觀念上非常重點的整理 我們在臺股市場裡面啊 關於美債的投資商品啊 他有分短天期中天期 長天期跟超長天期 有到超長天期的 對對對 這四種不同的一個產品 所以你看喔 比如說呢 像這個00856B 這個就是一到三年的 那這個統一美債的部分 這檔是十年的 那679B的話呢 這是二十年的 那還有一檔超長天期的 00764B 群益二十五年美債 那我們把這個產品列出來之後啊 再看這個所謂的降息之後的報酬率表現啊 債券是有公式可以算的 那他的公式是怎樣呢 你的存續的時間會直接影響你降息之後的報酬率表現 這很簡單喔 比如說你的存續時間是一點七五年 這什麼意思 那這個產品呢 降息一個percent的時候 他就報酬率只有一點七五 可是你看喔 如果呢 你今天是選超長天期的 這個00764B 群益的二十五年美債 他的存續時間的話是十七點六二年 這是什麼意思 當我降息了一個percent 那我可以拿到十七點六二趴的價差 這很誘人耶 對那如果呢 不小心又回到了二零二二年 那個接近零趴的那個水準 哇 這個我想這個空間留給投資人自己去做一個想像 可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啊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先跟投資人講清楚 其實我們剛剛在前面的手板裡面 有講到一個東西 你的那個高利率啊 有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 一旦停止之後 這個時間的話呢 也沒必要一年的時間喔 那那個時間他好長 對那其實還拉很長 我還不知道會不會超過一年都有可能 對對對 所以千萬不要想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去投資美債 你就可以馬上拿到降息的一個機會 有可能你在這個時間點投入之後啊 要等一年以上喔 你才會遇到這個真正降息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針對美債的產品做投資的時候 請你務必要記住 請你用分批進場 定期定額的方式 然後去做投入的動作 不要貪心直接all in喔 對對對 不要貪心 不要貪心 兩三年在那 你有可能all in之後 後面又再升息兩碼怎麼辦 那你心情就不開心了 所以我們採用那個定期定額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如果今天是維持一個高息的那個利率 維持好長一段時間 代表你這段時間投入的成本都不會差太多 所以呢你用定期定額的方式來做投資的話呢 其實對你的傷害是比較小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要注意 標的物溢價不要超過一個percent 因為我們在市場裡面只要買ETF的產品 你就可能遇到說 這個產品的價格本身它是處於溢價的狀態 那你如果處於溢價的狀態 那事實上你在買的時候呢 等同是買貴了 而且呢 你在做這樣的布局之後啊 只要他確定不再升息了 其實過去有很多的資料可以讓我們做參考 如果呢 他確定不再升息了 你看哦 六個月一年跟兩年之後 好像這種呢 長天期的美債 他創造出來的報酬率 其實還不錯哦 比如說 確定不再升息了 六個月之後 你的報酬率也有可能會拿到十五個percent 那你如果堅持兩年的話呢 你的報酬率有可能會拿到四十二個percent 那不得不說 剛剛佑佑的分享真的我覺得蠻好的 他的債大概四十九percent 你幾乎是股五債五接近了對不對 那債券型ETF呢 你自己是怎麼去做分配的 我現在誠實 開始了 林文考問 我是為了價差所以買債券 所以我其實現在配的話 像我自己當時是 我是從去年年底開始買 但是我大概 因為我當時就預設好要投一筆資金 所以我現在已經買完了 那我就是分這三檔 那第一檔位是買長天期的美債ETF這樣子 那我這一檔就想說就是 因為像谷宇老師剛有分享 因為越長天期的之後降息 他存續時間越長 所以他的報酬率就越好 所以這檔我降息之後 我就要拜拜 買掉買掉 但因為我血液裡面有賭徒性格的部分 你買了正二喔 對我買了就是槓桿型的ETF 你真的很狠欸 但我覺得他的問題是 我現在回過頭來看 我覺得這個決策 有一點點太急促 因為確實後來就是利益政策有點反覆 那其實我們現在去看那個聯準會的Failer Watch的那個預測 其實大概要到明年大概六月的時候 但是這時間有可能會更長 但所以你買這個的問題就是他沒有配息 所以我現在資金就有點點算是卡在裡面不能動 但算了因為就像谷宇老師剛有講 因為歷史會循環嗎 所以他中規會降息 所以算了現在就放在裡面這樣 對你的元旦美債至少買的比我好 我溢價三欸 我剛好買在沒有溢價的部分 所以至少買的比我好 我也要慢慢把它調節掉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覺得現在你回去看那些投資級的公司債 其實他有一些殖利率都還不錯 其實已經跟部分高股息打平了 那像我後來看一下現在投資級債券的值率率的話 大概都有到6%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等於就是前面兩檔拿來做價差 然後最後一檔這個是我看準他的值率率不錯 那他將來降息的話 他的存續期間大概是12 13年 所以他之後如果每降100分點的話 他大概會漲12 13% 就是他我覺得算是比較均衡啦 價差跟利息均衡 那前面就是我要接受他價差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覺得債債配好像你也配的不錯嘛 雖然你股債已經有做分配 但是在債的部分 其實他也有比較高獲利的一個分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那至於溢價的就let go好不好 我自己let go 那這樣嚴格說起來啊 如果說到溢價的話 我們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嘛 因為現在市場上的產品確實有一些有溢價 或者有些溢價的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 我們可以怎麼挑選 那事實上我們在看這個所謂的折溢價的部分 投資朋友稍微有概念 我們今天在買ETF的時候啊 他的主要價格的方向是看你的淨值是多少 對 那你的市場價格如果比淨值高 我們都稱為是溢價 溢出來了 溢出來了 那溢出來的部分呢就會被修正回來 你溢出來就是送給人家 送給人家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前面會講說 你在買產品的時候 不要去買溢價的一個產品 但是最好的話 可以買到折價的產品 如果今天折價的話呢 我就賺到了 你直接買了當下的話 你就已經保證是賺到了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也幫各位把那個美一家長天期的 那個美債的產品 全部都列在這邊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事實上你會發現 每一家產品呢 他的一個折溢價的狀況 會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那個 剛剛悠悠買的這個元大美 在二十年這檔產品 他目前的一個折溢價 狀況是二點二十個 溢價比較嚴重 對那為什麼會 他的溢價特別嚴重 其實呢 就是跟投資人有關係 因為投資人對產品的認識 有點不太夠 他以為全市場只有這麼一檔產品而已 所以大家都瘋狂的湧進的話 去買這一檔產品 所以造成他有一個溢價的狀況 但是呢 我們在做ETF投資 有一件事情是很關鍵的 就是如果這檔產品 他追蹤相同的指數 他就會得到相同的報酬率表現 所以你在投資市場裡面的話 你如果發現了 有一檔產品 他已經溢價了 那很簡單 我就買其他檔 追蹤相同指數的產品 就好了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說元大美債 他目前溢價二點二十個percent 那很簡單 那我就去買國泰美債 富邦美債或是中信美債 這樣子就好了 因為你看像其他產品的話 他事實上就沒有這麼大的溢價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話才會說你不會在買的那個當下 就有賠錢的那個感覺嘛 因為你買溢價的話 等同是別人把你的錢給賺走了 那你如果今天談到是說 我希望我在買的那個當下是賺錢的 那現在的話呢 像那個群毅二十五年美債的這一檔 他目前是屬於折價的狀況 也就是你買進這個當下 你不僅能馬上就賺到錢了 而且他的整個存續時間又是市場最長的 所以之後的話如果開始出現降息循環 他的整個那個表現的空間會是最好的 那這樣說起來如果一手抱了有發現溢價的這個元大的話 那你為什麼建議 如果抱了一手 你抱了一手 不是我替別人問的 替別人問的 其實我們會這樣子建議 那你這個溢價的一個產品 你如果捨不得把他賣掉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不太確定你買的那個當下 他溢價的狀況是多少 你只知道說我現在抱了這個產品 他是溢價的 那既然已經是溢價的產品 就不要再繼續買了 你就直接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如果還是 還是多買幾張折價了 不會啊心裡的洞 你如果是買折價的話 你心裡的感覺就立刻貧府回來了嘛 對不對 你如果繼續買這個溢價的感覺不好啊 你買這個折價的話呢 他的整個心情上非常的好 而且呢 未來的一個表現的空間又非常的大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你在投資的心情上 就會變得比較開心一點 因為像又有買啦 可是他沒有溢價到啊 所以就還好 他就放著就好 那如果溢價到的話 你捨不得就先放著吧 對對對就先放著就好了 或者封地再鋪去 哈哈哈哈 你就直接買沒有溢價的就好了嘛 一開始miss掉這一個啊 就變成後面賺的就吐了 已經先吐一些出去 去哪個泥土 undergrad